云林是重要的蔬果产地 经过一天一夜 24小时的雨都没有停歇之后 现在很多的农田 都是像这样的景象 叶菜类泡在水里面 没有办法收成 放眼望去 道路两旁的农田 不论是种道或蔬菜都淹成一片 水沟的水位甚至还高过农田 稍微褪去的积水 还把蔬菜冲入水沟 当地里长找来大型抽水机 日夜不断抽水 中牌水已经排不出离了 你如果没有这台抽水机 差不多现在都 膀胎有的水 靠海的口湖乡地势更低 只要涨潮遇到大雨 就会变成这样看不到路面 脖子疗加油站主要攻击 渔船用油 每周营业三天 还好淹水时刚好没开放 不影响船只作业 农民渔民都希望 这波雨势能缓和下来 以免损失扩大 大爱新闻李亚萍 料学信渔民报道 请继续 针帐